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断剑 断即是断灭一切世间有违法 把所有一切世间有违法都关成无因果自信的 彻底把它断完 断灭 什么都没有 断灭一切 自然就落入一种空中 这种空就叫死空 死空就是一种玩空境界 自信进入死空以后 就什么用都不会产生 就只晓得空唠唠的 一切皆空 空得来什么趣味 什么觉寿 什么圣量 什么佛菩萨的意境滋味都没有了 进入玩空以后啊 往往就莫如不学佛 莫如在世间上做自己的世俗事情 因为玩空就等于是一个死东西 等于是一个泥巴陀陀摆在那儿 还有什么觉寿呢 有什么成就圣境可想呢 学佛的目的是要以般若制造 照到十项真如之境以后 于十项真如之境当中不执着 产生妙用 一体皆空 全体大用 就是一项皆空才全体大用 福乐无量 到时候所谓大用就是无一事可以不做 无一事可以不用 这里同学们慢慢回忆 前两天很多同学慢慢理解 理解就理解在玩空里头去了 那么今天又让你们从玩空里头走出来 所以说你们的般若听懂没有 你们最清楚你们自己的境界 如果前两天听我讲了 把他体会成玩空滋味的这么一种同学 就证明你般若见到还没有得到 般若不是什么都空光 空完 空得来什么都没有 而是全体大用 人众生只能一意一用 喝茶的时候就只晓得享受茶 分析茶的滋味 这就叫一用 看戏的时间就只晓得看戏 就不可能去看电影 那么真正得到全体大用 就刹那能做无量的事情 能做几十件 几百件 几千件 几万件 甚至于数不清建树的事情 这叫做全体大用 无一处不可以不做自己的事情 无一处不可以不享受一切幸福 这才是我们佛菩萨的般若制造 十相境的功用 这才是了生托死的佛法的受用 这里就彻底给同学们阐明了 学佛不是要你修得来死陀陀一个 而最后正道的作用是幸福的 随心所欲的 心转外境的 全体大用的 此时献诸威夷 做诸事理 本来不动 整日奔操尘劳 皆为度生 处处所作世俗 而为圣意之地 那么到了这一步以后 不落入断丸二空了 正道般若静以后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献出的一切威仪 一切事项 一切庄严之举动 说法之举动 做一切事情 包括事件上的 所有一切事情 那么本来面目是不动的 它是处于本来面目 而在应酬于世俗 整日奔操尘劳 皆为度生 整天忙得不得了 全部事业都花在 普度众生的事业上的 哪怕就是在地底下 捡个石头起来 也是为度众生 喝一口水 也是为度众生 做一切事情 皆是为度众生 均于法性真如 立诸有情 那么很多同学就会想了 这怎么叫做度众生呢 他就不知道 度众生 是不能离开 世间法去度的 度众生 要建立世间法的基础和基因 不建立世间法的基础 基因是度不了众生的 因此建立一切基因 就是度众生必须具备的 那么这个基因 最基本的 也就是要先把每一件事情 做成 比如说 有的人他在修行之中 随时随地 处处都注意自己的行动和境界 那么整天束缚到 什么事都不做 实际上这不是度众生 而真正的度众生的人 他每天进入般若智慧以后啊 什么事都在做 包括做业务也好 乃至于做生意也好 乃至于处理一切事物 包括写文章 展显五名等等等等等等 都在为度众生而服务 因为他的前提 是必须要建立在 把事情做好 不能遭到世俗的一切纠缠 一切世俗的为原谋 然后建立了环境 条件 基础 自由的境界 在这种前提下 才能度脱众生 甚至于今天上街扯一件 很漂亮的衣服来穿上 西装革履 也是为度众生 有的人说不对哟 那不是 那是贪着的吗 不妥 错了 因为正悟般若境界以后 他穿衣服 跟你们穿衣服不同 他穿的衣服 是为了塑造威仪 他的五名 是般若智慧的生发 表显的是佛菩萨的能力 超过凡夫的能力 而不是凡夫 无时空洞的演说 是实际的佛法智慧成果 以让众生鉴定 故意称成就威仪 穿衣服也是为了 献出具体的威仪形象 那么这个时候 应有的众生才觉得他 嗯 这个人呢 还挺爱干净 并且有超凡的本事 至少从心理上 才能涉受于他 或者在相应的情况下 众生有多种心理 有的众生想 嗯 他穿的穷丝蓝褴的 肯定是来骗钱的 骗我们钱 所以连话都不想听你的 你就度不到他了 因此 一切威仪 都是为了涉受众生 有多种原因 跟世俗是两回事 所以做诸事理 本来不动 本来面目是不动的 整日奔操尘牢 皆为度生 原因就在这里 处处所做的世俗呢 而为圣意之地 虽然是做的世俗 那么都是圣意地向 都是为了佛法 都是为了利益度托众生 才做这一切事情 因此它是圣意的 圣意即是解脱之意 即是指佛法 佛事里头的圣意之地 故古德云 居空而万行凡语 设有而一道清净 即顿超外道小城之职也 在大德里头 就是古代大德啊 他们有这样的说法 居空呢 万行凡语 就是说住在空境里头啊 并不是如如不动 而一切事物都要做 设有呢 而一道清净 虽然在做一切事情 但是它的菩提正行 就是说般若正治啊 从来没有半分半毫昏尘的时候 因为它是住在般若境界里头的 因此称为设有而一道清净 到了这个地步以后 自然直接就顿超小城的职了 那么小城是人我之空 但是还有法职未空 因此能做到这一点 法也就不能造成执着了 若正达十项圆满庙之般若 与色空相及平等一如 则度脱一切众生 而实无众生可度 修达如来功德 而实无有德所存 同学们认认真真的听啊 这个很不容易体会到的 如果说正达十项圆满庙之般若以后啊 正到这个境界以后 就是圆满庙之般若啊 应该说是等庙诀或者是佛的境界 才能称圆满 或佛的境界是无上圆满 正到这么一个般若境界以后呢 色空相及平等一如了 就是说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自然圆融无二 则度脱一切众生 而实无众生可度 此时自然就进入了能度一切众生 但是虽然在度一切众生 在他的概念里头 已经不存在意识 已经不存在有概念所存在 而处处是以圆满般若制造去度的 因此圆满般若制造里头 不管度脱多少众生 本来就无名术 无名相 无时间 所以度了一切众生 而实无众生可度 因此进入这部境界 也可以称为 上无诸佛可成 下无众生可度 上没有诸佛菩萨存在 下没有一切众生可要度的 连诸佛菩萨都没有 众生也没有 这是一个般若十相境的圆满境界 但是处处奔操尘牢 又未曾落入凡俗 这也是般若境界的一个圆满过程 这里要证到这么一种境界 不是凭你们的一时六时分析 即能解决的问题 要必须住进般若境界里头 才能真正正到这步 修达如来的功德 而实无有德所存 到了这个时候 进入般若十相境了 那么圆满的般若十相境 当然是如来功德 所积聚而修成的 但是又无有功德所存 为什么 一有功德所存 即落入凡夫盖障 有意念 有分别 才有功德 此时此地无意念 无分别 故而无有功德所存 于此则超越菩萨 马上就超越了菩萨 登达佛地圆满 究竟彼岸 此时就能证到如来的境界 就证到跟佛一样的境界 直超菩萨境界 那么就可以证到 观世音菩萨这样的佛境 上面讲的是色 在色法上已经过了观以后啊 至于心法上自然迎刃而解 那么怎样迎刃而解呢 我们最重要的要注意 就是一念观心为事 这个一念观心啊 非同小可 不要随便想到它 一念观心把它念过去 一念不动而注入般若 叫做一念观心 一念不生而于般若不入昏尘 不着睡眠 不入散乱 不入吊举 于般若正性之中空有无碍 则是一念观心 能证到这么一种境界 自然就能得到如来圣境 但是逐步逐步进入 也不是一下就能进入正道的